中国玩家对待外国玩家究竟谁更巧 一边是能指挥多国联军逆分翻盘的中国玩家 另一边是英语水平极高操作水平还行的外国玩家 本期脑洞来自这位小伙伴 在我的世界中各国玩家凭借复原现实世界建筑的梦想 在MC中相遇 在外国玩家精心的设计下还原了巴比龙的城市 中东风格的建筑美龙美奂 甚至还有将著名的维尼斯水城搬入游戏当中 就在大家都感叹外国玩家高超的技术时 中国玩家前来应战 整个团队120多人耗时两年 累积上一个方块建造了整个故宫 每一个细节都展现的恰到好处 更有中国玩家1比1还原了960万平方公里的中国地图 让人感到无比的震撼 近几年由于松子兵法的广流传 国粹疑似泄漏漏 众多外国玩家也开始享受功臣掠地 用筹帷幄的快感 战地分暴作为一款以现代战争为题材的策略游戏 玩家可以在游戏中随意建造自己的军事基地 训练部队进行一场现代战争 然而这款游戏在16年的9月份 官方却为全服玩家发了一条善意的提醒 10月1号到7号是中国的国庆节 让其他国家不要去主动攻击中国玩家 以免遭受到不必要的麻烦 结果谁也没料到在10月1号那天 有很多美国玩家不信邪 专门去攻击中国玩家的基地 结果很快遭到了报复 国庆七天长假 中国玩家组织了一次 美国基地七天乐 凡是美国玩家的基地 都遭受到了中国玩家的进攻 在战后美国玩家几乎全军覆没 其实在各个游戏中 中外玩家对抗的次数很多 但是基本都会使中国玩家胜利 无论是基建狂魔还是团队协作 中国玩家的实力都是碾压级别 所以综合来看中国玩家YYDS 感谢收看 我是奥特叔叔 下期见